哈囉,大家好,我是黃啟軒 這一次在海線社大,我開了一堂課 叫做療癒藝術鑲嵌馬賽克 那今天呢,就是要來試路教學 那我做馬賽克的創作大概有十幾年的時間了 從研究所開始,然後到現在有自己的藝術工作室 那我大概主要的是做藝術教育這一塊 跟公共藝術,所以也做了非常多的大型的立體雕塑 那在這一次的療癒藝術鑲嵌馬賽克 這一次的課程規劃呢,我大概就是分了幾個部分 這堂課裡面大概會讓學員就是了解 什麼叫馬賽克,還有一些關於馬賽克的發展歷史 然後,及馬賽克的種類 因為在馬賽克其實已經算是好幾百年的一個藝術創作了 那在這樣的藝術創作裡面,其實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發展形式 那在不同的年代裡面也會應用不同的材質跟媒材 然後做鑲嵌的部分 那所以在這一堂課裡面大概會跟大家介紹 馬賽克的種類大概會有哪幾種種類 並且也會教大家如何在馬賽克的剪材上面 如何去使用去 比如說要剪成圓形啊,要剪成葉子的形狀 或者是一些不規則型應該是要如何去剪 那這堂課裡面除了一些 大部分就是以所謂的實際創作為主 那實際創作為主,因為在課堂的內容裡面 我會因為是藝術背景相關的 我過去是念建築 那所以在我的課堂裡面雖然是馬賽克 那我會通常我都會把很多我感興趣的 比如說音樂啊,電影啊,還有一些展覽有趣的東西 都會放在我的課堂裡面 所以在我的課程其實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資訊 不單只是一個馬賽克創作而已 那我過去呢,就是除了在許多地方有教學以外 像台南社大或者是一些高雄市教育局等等 我們都有合作跟輔導團 所以大概是教成人、小孩或者是一些教室培訓 其實都算是蠻有經驗的 那這個照片的分享是我之前在台南社大代學員的 他們一起操作的一些馬賽克創作的作品 那其實最一開始可能很多人接觸到馬賽克 他們可能都有看過馬賽克 可能會在一些公共建築物或者是一些廁所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立體雕塑上面看到這樣的材質 那實際上做過的部分 其實大多數的人比較沒有去做過這樣子的一個材質表現 那所以我們會從最開始的基礎開始教學 那這個是台南社大他們做的 那一開始我會帶學員做一個簡單的一個圓盤的馬賽克的一個試驗 讓他們先練習手感 運用不同的剪法、運用不同的拼貼手法 然後拼成一個小構圖的一個圖鑑 那課程會循序漸進 會依照每一個同學的程度 因為有一些同學他可能會做得比較快或者是比較有經驗 那所以我會因為同學的不同的程度而去做個別的調整跟指導 那也會有一些學員他能力比較好 所以就會有一些進階的 那這堂課其實未必說一定要懂得去構圖 未必說你一定要學過畫畫 其實應該是說創作這件事情對於我而言 我覺得那都只是一個療癒我們心靈的一個部分 所以做得開心其實會比較重要 那即使不會畫畫 其實也可以去選擇這堂課來做一個藝術練習 那我都會用比較容易簡單的手法 讓學員能夠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做創作 然後並且能夠在創作裡面就是感受到樂趣跟成就感 對 然後我們會 課程會有不同的走向 因為每個學員不太一樣 所以我可能也會有一些在課堂上面有一些實際上面的調整 譬如說從平面然後轉造成立體的東西 立體的物件 那也會從一開始的簡單的平面 轉為比較大幅的曼陀羅的一個畫作 那這樣的一個作品其實是要做蠻久的 通常像沾一個曼陀羅 如果是以我自己的我自己的這樣速度 大概最快也是兩個星期左右 那我在課堂上的安排其實都會 每一學期我都在台南受大在監課的時候 我每一學期都會帶學員去做藝術的參訪 會有戶外課 因為其實在我們在做創作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很專注在自己在做自己的東西 可是忘了去看別人怎麼去做一個呈現 所以這部分我們也會去 像這個都是我帶學員一起去一些戶外教學 然後讓他們看一些不同的作品 然後去跟他們分享每個藝術家他們在創作的過程當中的狀態 那在社大的時候我們也辦了一系列的關於推廣跟活動展演的部分 那學員也一起來指導一般的民眾如何去體驗馬賽克這樣子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在台南社大開課的時候 因為跟社大那一邊其實有蠻多很蠻良好的互動關係 所以我們也在實體的社大的空間裡面做了一個像公共藝術的東西 我們從空間的探討跟空間的形塑到圖案 然後帶著學員們去如何一起去改造一個空間 那在社大這一邊我們當初是改造一個涼亭的一個地板空間 那就教學員如何去放樣、丈量、構圖、施工然後到整個完成這樣子 所以這所有的作品都是由社大的學員全部一起完成的 那這過程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一般他們可能只是做自己的作品 但是他們有機會可以為這個公共空間 或者是在這個地方真的實體的去做一件永久性的一個作品 那我覺得對於一般的學員而言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OK,好,那我今天就施錄到這邊,謝謝